凯然老自豪的瞎人犯 Google评论被客人放上这张照片 留言写到吃到一半 那个菜直接吐出来 还说有蟑螂 虽然很好吃 但完全没食欲了 留下两颗心腹瓶 业者回应就有待商榷 很有自信的说 他们一向注重卫生 真的是如此吗 来到被指控的店家 已经打烊 正在做清洁工作 店家对店里环境清洁很有自信 接着拿出提味的食材 油葱酥 他说油葱酥和肉燥 和在一起之后 样子与网路复评照片里的 咖啡色异物有点相似 这就肉燥 你看它的油葱就在这种 它散掉就是很像 散掉的那种尸体 店家希望留复评的客人 可以跟他们联系 厘清真相 坦丹市卫生局将在营业时间 派员稽查 如果有缺失 也将要求业者限期改善 复查如果不合格 也会依法开罚 东森新闻蝗虫群 在台南的采访报道